大家好 我是龟龟 今天我要分享的古诗是 永鹅 落冰王 鹅 鹅 鹅 去向向天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青波 再读一遍 鹅 鹅 鹅 去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青波 据说这是唐朝诗人 洛冰王在七岁时做的一首五颜古诗 曲向在这里意思是弯着脖子 这首诗的前两句意思是鹅鹅鹅 便向着蓝天一群鹅伸着弯曲的脖子在唱歌 波是滑动的意思 这首诗的后两句的意思是雪白的羽毛 漂浮在碧绿的水面上 红色的脚掌滑着青波 就像船桑一样 这首诗呢 是从一个七岁孩童的眼光来描写鹅的 诗句简单 朗朗上口描写的非常真切 传神和自然 最后我们再听一遍 鹅 鹅 鹅 去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鸿掌波青波 好 今天就到这儿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赞留言转发 关注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谢谢 谢谢 再见